世界之大武器不有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好多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但是你怎么也想不到 贸然采访台湾 引起台海紧张局势掀起 滔天巨浪的佩洛西 居然突然间发表一个也说 说中国是民主国家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这不是太阳从西部出来了吗 他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 我们仍然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那你怎么解释你干的这事啊 他说我们去那是常人现状啊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呀 我们没有尝试任何破坏性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 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 这不是我个人来看吧 而是NGO组织自由之家的说法 他还说中国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 拥有勇敢的人民 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他在国内不是遭到广泛的批评 纽约时报连篇累赌 所有的人特别特朗普召开三次群众集会 反对特朗西他们家被制裁了 家里商业利益受影响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除非是有一些商业利益 想要缺弱我们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实话说啊 这段录像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我们仍然支持中国的一条政策 我们去承认中国的一条政策 我们去承认中国的一条政策 是我们的政策 是我们的政策 是什么政策 没有什么承认 对那 它是只有说 中国是一条政策 一条政策 去承认 去承认 说这个猴子呀 从树上掉下来 还是猴子 政客从树上掉下来 连猴子都不如 开始吧